大家好,我是明仙 今天用猪腰做一道营养又滋补的汤 一起来看看吧 花了23元,买了2个猪腰子 猪老板已经稍微处理了里面的白金 可是还没有处理干净 这期中药店配了一小袋药 这个是当归 这个是胆生 这个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还有枸杞 沙锅里倒入少许油 放入几片姜炒香 倒入一大碗清水把药上先煮一下 放入5颗红枣 再放入刚才的药上 枸杞药后面放 盖上盖子水开中火煮15分钟 然后把猪腰处理一下 把白金用刀全部去除干净 这个白金是猪的剩上腺 没有处理干净有一股烧腥味 所以一定要去除干净 然后放一面切花刀再切小块 猪腰营养丰富富还蛋白质维生素脂肪 烫水化尔物 钙磷链铁和维生素等营养元素 腸汁可以增强人体的抵抗力 全部切好放盘子里 放少许姜丝 一勺料酒去腥 再用勺子搅拌均匀腌制10分钟 10分钟后腌制好了 把它倒入砂锅里 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 再倒入一碗福建老酒 这种红酒是红麒和橙糯米晾造 腸和滋补又暖身 再放入锅起 盖上盖子水开中火煲5分钟 时间到我的猪腰药上汤煲好了 有一股浓油的药上味 现在就可以出锅了 倒入适量的盐调味即可享受美食了 这样做的猪腰药上汤不散不腥 营养又滋补特别适合冬天喝 营养滋补的猪腰药上汤包好了 我来尝一下味道 味道还不错 有酒味还有药上的味道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哈 感谢您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哦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